老婆 怎么了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提前把咱爸妈接过来了 过两天出去玩 把他们也带上 是吗 那太好了 一会儿你领咱爸妈出去买两身好的衣服 老公 你放心吧 我一会儿就带咱爸妈去买两身新衣服 那好 那我公司还有点事 咱爸妈就交给你了 我就先走了 好 那爸妈 我就先去公司了 等我晚上走 我们一家三口去旅游 你们两个来车怎么热闹啊 你看看你们两个人的衣服脏的 这还坐我的车 你们坐完我的车 我都被恶心好几天 儿媳妇 要不我 我什么我啊 刚才雪松在 我没好意思说你们 也不看看你们俩什么德性 还想让我给你们买衣服 我呸 我呸 儿媳妇 什么都别说了 让我给雪松打个电话 你干什么 你想告我的黑状啊 儿媳妇 我们没有 没有 我告诉你们两个 别在我面前耍小聪明 我不在的时候 没少在雪松面前 告我黑状吧 儿媳妇 我们没有 我们真的没有 你再看看你们两个 穿的这衣服 脏死了 你不到洗一洗 老公 你怎么回来了呀 儿子 别 我爸妈的衣服 是旧 而不是脏 你爸妈那边有事 我是又抛钱 又跑后 我是又出钱 又出力 去年你妈在医院住院 我是整整赔了一个月 我为了什么 我还不是想让你 对我爸妈他们好一点 我爸妈他们岁数都这么大了 他们能有什么要求啊 哪怕咱们只要对他们好那么一点点 他们就能高兴好几个月 你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会让他们有多寒心吗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上有养育之恩要还 下有抚养之责要尽 亏你还教育我们的孩子 要尊师重道 那你告诉我 你这是尽的什么孝 又重的什么道 人在做 天在看 你今日中的因 必是你明日得的果呀 儿子 别说了 别说了 儿子 只要你们过得好 我和你妈收下亲眼无所谓 爸 妈 儿子不孝 好 让你们受委屈了 男生就是一辈子 你还等得上 此欲笑儿情目待 千万可别忘了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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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